辯論 精子選擇 選舉 很簡單 只要照一個比例 男生女生 然後政黨分配 就完了 所以應該很簡單 那人的部分就是說 他們的資格 這還不知道 不是 就是說 老師你剛才講是說 按照比例就可以 可是人的個別的資格 難道不用做進一步的了解嗎 那個就看看 以我來想的話 只要這個人認識什麼是公共電視 想要做公共電視就足夠了 所以您覺得就是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學歷 不管他什麼樣的背景 只要他對公事有認識 就是公益的事業就好了 那您怎麼知道說他 從三個小時之內 你怎麼知道說他對公事 所以這個是很難的事 我不曉得 所以現在上去我才能看到 您也覺得很困難嗎 我想也不會太困難 除非說行政院現在送多少名單 我不知道 如果是二十個三十個 那看一個人花五分鐘的話 那要花掉的事情 我不知道 那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當面尋檔 您就是 像是面試或者是說這樣子 那恐怕是立法院的事 這個東西沒有嚴重到那個程度 那你們今天確定會選出來嗎 就是說 按照既定的議程是要選出來 對 三點到五點開會 那五點就要發布名單了 應該是這樣 但我們上次也選了一半 也就卡在這裡 所以今天可能發生爭議的 就是上一次那些人怎麼辦 那今天還會的同選是招委 我不知道 喔 所謂招委就是 我們今天十五個人 共推一個人當主席 那今天在選制這樣 對 因為這是獨立的 上一次跟這一次是 那上一次的那個爭議 你們的看法 我這個宣佈發表好嗎 因為等一下開會 說不定會討論 董監事的政黨的背景 你們會考量在哪裡 我還沒看到名單 我現在有啊 原來就是 男女女生要占多少 然後各政黨不能超過一半 還是什麼 他有行政院 立法院那邊有規定 原來的法庭就有規定 老師 那想我請教就是說 如果他提早一點點公布 會不會對你們來講 那審查上面會不會好一點 是 當然是好 但是 對被提名的人來講 他可能困擾很多 我們曾經 談過幾個人 曾經談過這個問題 那就是 你們在徵詢他的時候 並沒有說 我要把名單公布 結果你們媒體都去訪問他 或者有人就討論 這個人合適 這個人不合適 我評審會還沒有開 就已經被罵得一塌糊塗 那怎麼辦呢 那老師 你那邊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東西跟NCC委員的選頓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 NCC委員是有幾職 是要負責分配那些個頻道 還有就是有關媒體生態的物體 公共電視的董監事實無幾職 不拿薪水的 不拿薪水的 只是去那裡貢獻智慧 然後維持公益 就是如此而已 可是董事長也有薪水 董事長是有薪水那當然 但董事都沒有 可是董事長要從這裡面選任出來 當然是從董事裡面選出一個來 沒錯 而且我們就是知道 公視的發展其實是台灣媒體生態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沒錯 那這樣子會不會就是說 因為這個樣的情況之下 那不比照像是政務官這樣 有一個選任方法 那會不會就是說 你公視掌握在特定的 政治的生態體面 然後會變成一些很 就是有一些政治的介入的問題 或者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選任的 不透明跟不公開 然後造成這樣子的解決 這個你講這個問題就是 問題大了 涉及到公視法要不要 怎麼說 因為當初1997通過 就是通過的時候 那也是很多社會人士 把他逼出來的 那逼出來這個公視法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照你那樣講 什麼要政治 什麼公平什麼 那我們現在是 照公視法來執行 你要懷疑的之後 就懷疑公視法 那至於會不會有政治衝突 或者有在這個背後的 什麼幕後黑手 那麼公視我講的 我們只強調公共利益 那也不是爭權奪利的地方 要爭權奪利到別的地方 不應該到公視來 老師 您自己會贊成 就是整個審查的過程 是就是影音紀錄是 對大眾公開的 或者他的主治稿 應該是可以公開的 但是問題是審查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媒體在旁公開 因為這個會影響 那個審查人的心理 我明明覺得這個人是好 或者不好 那我也講出來 媒體就說 某某人說這個人好 某某人說這個人不好 到時候我只好什麼都不講 舉手再說 所以可能會給大家一個心理的威脅 可能憑審犯還不公平 但是現場好像會有錄音 現場還是會有錄音 然後最後就舉席 大概會宣布一下的名單 所以你照這個意思 你贊成 你贊同的是所謂的事後公開 這樣子 我想是這樣 要不然我也會說我一起來 我名單裡面 我覺得這個人好 這個人不好 你叫我怎麼說呢 我想每一個人在同樣的心理 你也是一樣的 是